台湾市SBL的消息 总冠军战在明天星期六 就要在高雄巨蛋登场了 由寻求三连霸的蒲原 面对头一次闯进决赛的台湾大 而这也是SBL史上第一次 两支橘色军团 交锋争夺总冠军 台湾大队第一轮拼到了第七场 才抓牢队史第一张决赛门票 辛苦翻过台坯这个山头后 还有另一座高峰等着他们 经过那个七场虽然是个二战 不过我也感觉到让球员 在整个球场上的默契 跟这个团结也都比以前更好 两队的例行赛交手 蒲原四胜一败占上风 各项数据都压过了对手 尤其失误成了胜负的分水力 加上手轮二斗后 台湾大休息较少 兵贫马困在所难免 巧合的是 蒲原过去两季对手 都是打完七场 才站上冠军战雷台 球队一意代劳经验丰富 休兵日的训练课表 几乎和前两季如出一侧 休息多天各有利弊 因为的确我们比台湾大 多了三天的休息 可是实际上 他们的比赛的临场的感觉 其实还在 台湾大正宗拥有过去 台平三冠王的班底 尽管对使投一回争冠 但是对这群资深球员来讲 大赛经验不输对手 而且他们渴望重返冬药 要拿到冠军 甚至打到冠军赛 除了你的实力以外 运气也是很重要 那还有什么机会 可以让我们这五个球员 再打到冠军赛 甚至打到冠军 我觉得很难讲 所以我们五个 会非常珍惜这次的冠军赛 除了洋将是球队胜负的关键 本土球员能够发挥 才有望胜利入带 上季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蔡文成 今年首轮再次爆发 平均双十的数据 被称为本土洋将 至于台湾大陆选年度 第一队的张龙轩 则是得分要角 两人也将正面过招 莫运过去两次的总冠军赛 有不同的MVP 除了展露出团队无师的球风 也代表正宗人才辈出 随时都会跳出新的好手 莫运和台湾大分区 本季力庭赛一二名 这是SBL自第七季决赛后 季赛双强再次会失冠军战 有趣的是 两队的代表色都是橘色 不管谁是最后赢家 球场都会落下橘色的彩蛋 这也是SBL冠军赛史上 投影为撞色 不过谁才是橘色彩蛋的主人呢 今年冠军战令人期待 由DNTV 吴嘉佑杨玉昕 台北报导